我的弟弟是吗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从他小时 他永远喜欢音乐 他喜欢跳舞 如果没有差 在马来西亚的拉拉队世界 是不会有男生的 他是一个不会令我失望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非常地有活力呢 因为我们今天要访问的主人翁 他也是非常有活力地 从大家夸他的角度 你就知道 他是一个多么让人家有精神的人了 他就在上面 我要跟他一起谈一谈 跟我走 我准备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让我看看主人翁来了没有 在里面 好 我们一起机身多数地去找他吧 走 祈伟 祈伟 他就拿他应该拿的项目 就是他去读研究 然后他读了一些 他讲 这个不是我的生活来的 我根本都不喜欢这样的项目 我不是要往这个方面而走 我们的爸爸就是一些比较古代的人来的 他觉得男生根本都不是不应该跳舞的 我只能说这一位嘉宾非常地健谈 我就开始接触到啦啦队 然后爸爸就 他懂我的学业是还好 就很支持我去参与一些比较 所以 他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律师 如果不是就是一个医生这样的东西 传统的家族 对 爸爸都会这样 然后呢 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东西 我在学业上 我尽量不要忽略我的学业啦 所以我就自己做这些东西 同时也是学业上 一定要维持我的学业 维持 对 维持我的学业 然后 就下去了 一次比一次的比赛 就 爸爸也很兴奋其实 就是有 有时真的是很开心 反正他是不同意我 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事业 他还是希望我可以当成一个专业 他只是兴趣就兴趣嘛 就不可以变成一个专业 我的妈妈特别 她就给我很多的支持 对我 你去前面做什么你喜欢 妈妈一直支持你 小的时候就看到妈妈 在做工的时候 就有很多她的那种stuff night 她们有很多的表演 在我的工作室里 我也有舞蹈演员 所以因为我一个孙儿的父母 所以我必须帮他去哪里 所以我去练习 像练习的舞蹈 所以他去那里 去那里 我们都坐下来 去那里 看我们都在舞蹈 所以我认识 从那里 他会更加注重的 我就非常喜欢看 也是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小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去上过任何的舞蹈班 在小时候 他喜欢听到音乐 你知道吗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哭了 我听到音乐 他就停止哭了 到一天真的是我就参与了确丽丽 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有这样的潜能 潜能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傻傻地跟几个朋友一起 创了一个校队 傻傻地就可以创校队 那聪明一点怎么办 聪明一点就进国家队了是不是 在学校那个时候 我知道你已经是有组了一个校队 像你自己说的 怎样找那些同学呢 真的是 开始的时候就找朋友 我姐姐刚刚开始做啦啦队 你要参加吗 那么我就好 然后不知不觉就到今天 我们就去申请 跟学校讲我们有这样的兴趣 学校是不太支持这样的运动 也不觉得是运动 他们都觉得这样的活动不太挣脱 因为女生要穿短裙 然后男生跟女生有身体的接触 对 就觉得很不适合 因为我们决定要去参加比赛 所以比赛的那个表格里面就写 至少是12个人 最多是16个人 所以我们当然要越多越好 就可以把那个金字塔 越它的越美 就一直努力 所以大家真的是 那一组的队员 就是他们很用心 一定是不要放弃 这是业做的业 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练习也不用紧 如果是我们要自己去存钱 去代表国家去比赛 我们也要一起努力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有一队那么有心的队员 所以我们就决定 我们要代表国家去 所以我们也跟这个国家团体 CHARM一起主办了一个国家队 所以我们第一年去比赛的时候 是2006年 对 去新加坡比赛 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 我要大开眼界 原来CHARM一定是那么的 在亚洲里面是很不错不错的 对 我们如果要比起能力的话 我们不是全赛中最好的 但是我们有的是耐心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舞蹈变到很齐 整齐度真的是很好 但是如果要讲能力 它其他的多高 或者是赚了多少圈的能力 我们是不比别的国家好 因为了这样的一个表演 我们得到第一名 第一名 是不是 刚才还记得吗 傻傻地就组织了 组织了这个学校的校队 是不是很聪明 聪明一点 所以就变成国家队 还拿到第一名 拿奖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非常开心 之后呢 之后就回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未来是怎样的呢 这一边呢 未来是怎样的 你就要锁定转列点 待会广告回来 告诉你这个国家队的转列点 以及齐尾的转列点 齐尾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地方 很热 其实这个是 BB Gymnastic Center 是我第一次念切丽丽的时候 跟俊丽的练习的时候的地方 第一次 对 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没有冷气 可是整个好多人在练习 这些拉拉队的学生 然后我悄悄地就发现 有两位美女一直看着我们微笑 他们是谁 其实我要介绍给你 我的两位好朋友 这两位女生 叫Langui 嗨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Mandy 你好 我是Jalina 你好 我是Yi Ming 你好 他们很美 我很害羞 你可以站我旁边吗 对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跟齐尾的关系是 前女友跟现任女友吗 大哥 其实是我们的明明 你怎么知道 好 那你们不要跟别人说 观众朋友 我的名字是Yi Ming 我跟齐尾的关系 我为Chir Aspirations 我的名字是Alina 我跟齐尾的关系 12岁的关系 我跟齐尾的关系 我们曾经认为Chir 是第一次代表马来西亚 去比赛的时候 通俗的朋友 就是那一团 魏国真光团 有没有 刚才我们提到的 对了 对了 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烈 我们真的相信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我们想让马来西亚 美国精光团 帮助所有的精光团 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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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精光团 帮助我们 所以魏国真光的 马来西亚 啦啦队 回来之后 怎么样了 自从我们回来 马来西亚之后 各自都回去自己的生活 有一些需要念书 有一些需要工作 大概快要毕业了 是不是 对 有一些刚刚是 从中学毕业 就要去读大学 有可能要出国读大学 所以最后 当时我也刚刚好 就要去读大学了 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 有一个梦想 是要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舞者 或者是舞台剧的舞者 新吗 对 当时马大就刚刚公开了 一个新的舞蹈戏 所以我就 真的是梦想成正 因为家境的问题 我其实是要去新加坡 念舞蹈的 但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竟然马来西亚 就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很开心 就去马大去念舞蹈 所以当时我就 在吃力令也是有去训练 那那边就有去训练 然后舞蹈就越来越发展 就机会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那个过程 我也去参加了 许多的舞台剧 是 去有什么舞蹈的机会 就去参与 也是有去audition 给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所以 那个很难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它是一个舞蹈选拔 那个舞者的节目 你要什么舞都可以跳 芭蕾 然后传统舞 拉丁 对 结果呢 就第一年我去参加的时候 就被选中到TOP40 然后就 那时我才第一年 那边大学 所以我的教授就讲 我不允许你去训练 所以你选择你停 或者是你去训练 所以我第一年就停了 然后第二年又再去audition的时候 这一次就 我已经做好自己的准备 就像你讲这样 有很多不同的舞蹈 所以当时我只有 以切理令的那一个背景去比 所以我真的是 我也觉得自己还没有心灵的准备 所以就去念好自己的基本功 然后就去再audition多一次 所以这一次就 他的成绩就比较理想 我就进到TOP20了 又进步了 接下来呢 然后就 这个经验真的是很好 我就第一次就是有的 那个小明星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有很多摄影 很多摄影 我就觉得很 哇 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 那个 在荧光幕前的那种满足感 是 所以就很开心 但是就是 就是 那一次的经验 我就知道 嗯 其实我对 商业的电视的 那个小明星的那种 愿望是 其实不是太强 嗯 我比较喜欢 有艺术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就 自从那一个集会过后 我就去参与舞台剧 哦 所以 啦啦队慢慢到一个段落 他已经到了高峰了 接下来想尝试舞蹈 嗯 舞蹈之后又想当演员 其实在舞台剧的角色 我还是当舞蹈者 只是有时就有一点 对白 对 不要走 对 听 就这样话了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跳舞 嗯 所以因为舞台剧的变化很大 然后那个台上的 那个可能性也很大 所以服装上也是很刺激 对 所以我就 是一个 我从小里面每次看到的 那种Broadway的表演 就很希望自己有一个机会 在台上这样表演 是 嗯 但是我就发觉到 越久我就 对 啦啦队的怀念就越来越强 啊 来了 对啦啦队的怀念 是越来越强 为什么呢 哪一个点让你觉得 你还是想要专注在啦啦队上面 因为我觉得舞蹈世界里面 有的舞者很多 反而在啦啦队里面有的才能 或者是有经验的人不多 所以给我我觉得是一种召唤 在召唤你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嗯 啦啦队很 就需要我 所以我就要回去啦啦队去付出 我能给的力量 所以后来才有了这家公司吗 对 怎么形成的 但是你很敢 因为一般年轻人会觉得 OK 我找到我要走的路了 可是开一家公司不一样 又不是说 你有人 我有人 我们全部带去街上 我们会跳啦啦队 嘿 找我们 找我们跳给你们看 付钱给我 不可能嘛 对啊 所以公司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是怎么去运作的 嗯 我们初初就 我有带领一些教练一起 然后他们也跟了我几年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就想 很重要的就是要 可以对他们的父母亲有个交代 是 所以我们就在那 所以因为了那一个因素 而组成了这个公司 所以像你讲了 组成了又怎样 生意要从哪里来 对啊 所以我们就有那一个压力 跟那一个的目标 要达到我们有一个 好好的一个 自己搞好 自己有好的服务给人家 这样才会有生意嘛 是 所以我们就在自己的那一方面 就有去上多一点点的课程 然后就去找许多的学校 所以真的是那一个过程 是最大的挑战给我们 每一间学校去问 对 我们就尽量自己做了一个提案 然后同时自己也要表演 所以从那一边开始 我们也发觉到 其实LALA都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性 就是在制服上 然后他们的衣服上 他们的道具 道具 还有他们练习的那一种道具 去哪里找呢 然后马来西亚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扩展出去之后 等于到现在都一路风顺吗 当然没有 一年半这样就有一个意外发生了 有一天我收到学校的电话 叫我去赶快赶去学校 说我们的全部的财产 我们的道具 练习道具都着火了 听到真的是吓死人了 然后就飞着过去学校去看 他就飞着过去学校了 转列点 新闻台现在连线报导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到底是人为纵火还是天然因素 或者是有其他怪力乱神的因素 导致这场火灾 稍待一会 转列点 立刻回来 好 曼妮 这个就是我们寝食念食业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我的队 大家好 大家好 真的是好有活力 不愧是啦啦队员 是啊 那这样的啦啦队 非常活力 但刚才你有提到那个人为纵火事件 你记得吗 是 转列点新闻台 纵火事件到底是怎么来的 待会儿让您知道 发生了火灾 叫我们快快地 赶快地过来看 所以来到过后呢 就看到 救火园已经把火已经熄灭了 什么都没了 走进去看看 可能全部是黑色 什么都没了 是的 转列点新闻台 回到火烧的现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齐伟 我们当时就以为是意外 所以其实报告回来的时候 就说是原来是有人放火烧的 是人为的 对 是谁啊 后来知道吗 谁就不知道 但是就知道有 是意外的 就是有人有心要去害的 而不是意外的 所以后来你有 就是像几个朋友一起坐下来检讨 然后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有知道怎么样去避免吗 再往后 我们就在自己有特别地去想一下 怎样去保护我们的练习道具 是 所以我们之前是把它放在礼堂外面 但是就人家太容易地 拿到 对 然后可以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申请学校 特别可以放在礼堂里面 或者是有更保守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守那个练习的道具 所以我们都有得到许多 不同方面的各方的帮助 是 我们也主办了一个 帮助车 就是我们跟公共人士就讲 我们有这样的意外 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然后我们都得到 很好很好热烈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都能够高兴 所以就可以补充 这个失去的道具 多少可以弥补一点损失 因为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企业团体 他们是愿意来资助这些正当的运动 当你们有需要的时候 特别是你们可以代表国家 去为国争光的话 他们是非常愿意资助的 好 那目前公司发展的阶段 你觉得现在的状况是你满意的吗 你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什么样的规模了 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地惊喜给我们 就是在短短的三年里面 我们就看到很大的发展 我们也很开心 因为我们有的为国家 而付出这一阶段的一个发展 就是我们跟Charm 有很多的方面上 都有一起合作 是 那未来的展望呢 所以我们现在都有组织一个全球团队 我们就以这个全球团队去栽培更多的新的才能 所以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里面 我们已经形成了三个全球团队 我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的好 所以我们的希望是一天能把这些学生带去代表马来西亚 也能变成T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在那一个在这个过程也很需要外面的公司的支持 是 因为真的是要出去外国去比赛是不简单的 需要很多金钱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呼吁 各大企业 其实马来西亚的人才非常非常地多 尤其是像这个Chirley Dean 啦啦队 他们真的是在国外 你看每一个球队 他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啦啦队 一站出来就已经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了 所以一定可以帮马来西争取到非常非常高的知名度 还有在国外的曝光率 各大企业团体如果你们想要赞助我们这些正常的运动的话 就可以选择啦啦队 试试看 好 结束 那请告诉我们你在这个啦啦队这一个圈子这么久了 你觉得他最重要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最重要的基本精神一定是组织精神 团队精神 对 团队精神代表着什么呢 是大家一起声音很很大 知道吗 还是什么呢 当然那个也很重要 是 最我所注意到的东西就是 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奋斗 为了一个目标 不使自己推到自己最好的一个地点 相信镜头前有很多观众朋友也一样在运动项目 或是各个他们有梦想正在追寻的项目里面努力着 那能不能请齐伟对着他们做一些鼓励呢 无论你是哪一个背景或者是做运动的 不是做运动的 只要你的梦想 你有梦想 是对你个人是很特别的也很重要 千万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只要有梦想 就才可以达成哪一个梦想 是 要坚持不懈 像啦啦队一样非常有力 一步一步一步搭上去金字塔就完成了 在这边我们也为所有的人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准备一点就在我们很有精神的状况下来到了尾声 下一集又会访问哪一个名人呢 记得锁定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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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 妈咪一直在那里 支持你 希望你到达成功 你会读书都好 可是你做这一个 你是不会亏的 因为你可以做到你的梦想 我的弟弟能够 追求到他自己的梦想 对吗 很好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到自己的梦想 对嗎 对吗 三是一位 deserved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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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